斯里兰卡爆发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政府月初宣布国家破产 政局和社会持续陷入动荡 自三月以来 斯里兰卡历经了一波接一波的街头示威 抗议政府腐败导致民生凋敝 国家宣布破产后 示威者更一度占领总统拉贾帕克萨 及总理威克瑞敏新色的宅邸 纵破焚烧 拉贾帕克萨日前已透过电子邮件 递交辞呈 流亡新加坡 拉贾帕克萨家族长期把持政权 现在倒台 民众无辜欢欣庆祝 经济学家表示 斯里兰卡会陷入这样的危机 会因于拉贾帕克萨政府 常年的管理不善和腐败 通货膨胀失控 以及燃料和食品等基本民生商品的短缺 斯里兰卡原本仰赖的经济火车头 观光业 2019年因为恐攻影响及疫情受到重创 斯里兰卡货币贬值80% 也让进口货品更加昂贵 而原本就底失控的通货膨胀更行恶化 根据统计 斯里兰卡政府击欠510亿美元 债台高筑 而腐败的政府不只挥霍国家资产 更让斯里兰卡难以取得外界金融救助 种种因素加总促使斯里兰卡经济崩盘 民生物资严重短缺 食物价格上张57%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斯里兰卡总人口约2200万人 有九成的民众有一餐每一餐 约有300万人正在接受紧急人道援助 民众基本需求无法满足 想当然而怒果一发不可收拾 拉贾帕克萨辞去总统流亡新加坡后 目前由总理威克瑞米辛赫站待总统一职 直到国会尽速选出新任总统后也会辞职 庄社综合报道